前面结合西方复活节跟东方的清明节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2018年再次盛大推出 主题为与春天来场美丽约会的清明扫墓活动 邀请美国华人全家一起走出悲伤 怀念美好家庭 选在美轮美奂的Kovina Hills园区内搭起白色帐篷 福乐纪念公园纪念清明节 精心安排多项艺文活动 让贵宾们有机会透过中华传统艺术 一起动手留下对家人的祝福外 活动更贴心照顾到老中青三代育教娱乐 我们今年就特别增加了疫诊 那请到一个很出名的中医师在这边帮大家 那另外呢小孩子呢看了很多 我们真的没有期待有那么多 然后再加上今年刚好今天也是Easter福活节 所以我们增加了彩蛋的活动 以及增加很多小朋友的活动 那礼物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 我们准备了800个彩蛋 不只纪念清明节 活动还特别安排园区导览服务 由专员亲自带领来宾 走访公园内各处新景区 实际观察与感受 有如天上人间一般的福寿宝地 其实大家过来看一看很漂亮的 因为福乐纪念公园所有的艺术品 很多艺术品都摆在墓园里面 很多人第一过来看了之后都觉得 哦 这边感觉很不一样很漂亮 而同时庆祝复活节 深刻感受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 福乐纪念公园现场更安排多位专员 可随时协助来宾预约深浅规划咨询 保持超过110年天堂般的美好景色 美国福乐纪念公园将持续帮助 华人长辈延续对后代子孙的关爱 观众查询更多服务 请上福乐纪念公园官网 东西文位宽永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